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想和男人组成一个冒险小队 却引得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 原来男人被大家称作无能之源 虽然他确实是稀有的治愈师 但这治愈术也实在不太体面 连最基本的广域治愈和高级治疗都不会 短短几十年就掌握了个最低级的治愈魔法 在这些功力满满的冒险者眼中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柴 更离谱的是他不久前还被闪电之剑小队果断开除 而少女塞纳初出茅庐刚踏入冒险者的行列 却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看到女孩要与拉斯特组队 冒险者工会的老板娘还特意上前问 她是否要帮忙推荐靠谱的小队 并解释到这是新手的惯例 工会帮忙筛选 在向征信收点小费 可女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老板娘的好意 坚定地表示早在很久以前 她就决定要和拉斯特组队 老板娘惊讶不已 却依旧帮两人进行了组队登记 主要是为了避免任务报酬分配时产生纠纷 就在拉斯特认真填写信息时 女孩的思绪悄悄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她还只是个孩子 却被一群凶残的哥布林围困在森林里 护卫早已死去 面对如此绝望的境地 她心里满是恐惧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独自消灭了所有哥布林 将受伤的自己悉心就止 就是因为这次事件 女孩心里悄悄埋下了一个种子 总有一天她也要成为冒险者 和她并肩作战 拉斯特就提出去探索马塔特迷宫 这个地方既有未被探索的神秘区域 又有大把的魔兽可攻锻炼 文言老板娘不禁有些担心 她再三提醒拉斯特 塞纳只是新手 带她去草原练练手就好 草原上的魔兽种类不多 且地形开阔 迷宫虽然不至于遇上高级怪物 但里头的陷阱和怪物密度 却能把新手折腾个半死 可拉斯特一脸堵定 塞纳也信心满满 于是两人毫不犹豫地奔向了迷宫 到了入口 塞纳满腔热血地跑到前头 主动请应担任先锋 毕竟自己是武斗家 拉斯特是治愈师殿后就好 虽然塞纳的热情 让拉斯特有些哭笑不得 但她也暗自担心 她能否顶住迷宫里的重重挑战 可还没等她说完迷宫里有很多 一只低肩魔兽就迎面袭来 塞纳立刻冲上去 瞬间将她击倒 这一幕让拉斯特眼前一亮 心想着女孩实力倒是不错 战斗结束后 魔兽体内掉落了几颗魔石 对冒险者来说 魔石是赚钱的重要途径 尤其对于靠地间魔兽 混口饭吃的新手来说 这些魔石的收入 足以支付今天的住宿 于是拉斯特便问塞纳 是否要继续深入迷宫 话音刚落塞纳就自信满满地表示 拉斯特的安全交给我 随后二人便继续向迷宫伸出前进 然而才走了没几步 拉斯特突然一把将塞纳拉了回来 原来她的脚正踩在一块 在颜色略显异常的地砖上 拉斯特指了指地砖道 这应该是陷阱的一部分 要不是注意到颜色不对 我们现在可能就会掉进地顶了 拉斯特掏出一块石头往地砖上一扔 只听轰的一声 石板立刻向下分裂 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通道 塞纳惊讶地瞪大眼睛 心中对拉斯特的敬佩之情犹然而生 通常来说侦查陷阱的工作 大多由盗贼负责 没想到拉斯特居然也能看穿这些小机关 这一切都因为拉斯特从小就是冒险者 自然而然练就了一套识别陷阱的本领 很快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迷宫的深层 却意外发现了一只强壮的半兽人 这种怪物通常只会在迷宫的中层徘徊 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上层 拉斯特当机立断告诉塞纳 如果两人协力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塞纳对拉斯特有着无比的信任 毫不犹豫地率先冲向了半兽人 战斗中她果然遇到了极大困难 眼看半兽人的巨锤就要击中她的瞬间 拉斯特快速闪现到她身前 一击精准命中半兽人的要害 将其瞬间击杀 塞纳看得目瞪口呆 你真的只是个治愈师吗 拉斯特却微微一笑表示治愈师吗 血点近战招式总没坏处 这时拉斯特注意到塞纳手臂上有一道小小的伤痕 虽然只是擦伤 但她还是认真施展了治愈术为她疗伤 塞纳看着拉斯特这般细致入微的关心 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暖流 回到冒险者公会时 看板娘看到拉斯特带回一堆魔石 顿时目瞪口呆 一脸不敢相信 随后老板娘说最近迷宫里发生了不少怪事 经常有本该在深层的怪物跑到上层 不过具体原因她也不清楚 说完便立刻将魔石兑换成现金递给拉斯特 顺便加了些额外的报酬 拉斯特拿到前后一脸震惊 发现竟然比以往打工的收入多了将近十倍 她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在闪电之间小队是妥妥就是的黑奴 现在离开后日子反而好过了不少 随后两人一同来到旅馆 当旅馆老板问他们要不要同住一件事 塞纳瞬间小脸通红 心里有些小期待 可拉斯特淡定的选择分开住宿 打破了她的幻想 晚上塞纳躺在床上 回忆起小时候和拉斯特的相遇 自那之后 她便一直锻炼体魄努力成长 梦想着有朝一日与她并肩作战 听说拉斯特被踢出队伍后 她立马来到镇上找她组队 只可惜她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 尽管如此塞纳依旧下定决心要守护拉斯特 明明拉斯特那么强大 为什么大家却对她视辱物 甚至嘲笑她为废物呢 原来拉斯特被踢出队伍的真正原因 居然是因为前队友的无脑操作 队伍之前接了个高风险的任务 要去讨伐九头蛇 九头蛇可不是好惹的 身上带毒行动敏捷 可黄毛队长为了省钱 居然抠抠锁锁的不肯买解毒剂 结果全队中毒瘫倒 战斗力直接报废 任务失败后 他们不但不反思 反而甩锅给拉斯特 怪他身为治愈师却不懂解毒 号称要是没拉斯特拖后腿 他们早就打赢了 拉斯特听后简直无语凝噎 毕竟是他们自己前夜狂欢到清晨 行动迟缓才导致任务失败 现在却成了他无能的国 不仅如此对李那位小萝莉魔法师 也被队长威胁 跟着他们一起散布谣言 把拉斯特无能的传言传遍整个小镇 还好塞纳的出现 给了拉斯特重拾斗志的动力 不然他可能真会放弃冒险者的身份 随后拉斯特带着塞纳重返迷宫 这次直接选择了中层区域 虽然中层怪物实力普遍较强 但掉落的模式可是实打实的直前 拉斯特让塞纳小心点 话音未落就撞上了一只巫妖 巫妖可是灵体怪物 物理攻击几乎不起作用 没带魔法的冒险者遇到他简直头疼 拉斯特想着战略撤退 不料塞纳自信满满地表示有办法 原来塞纳虽然是武斗家 但苦练两年半早已掌握气力级 将气力凝聚于拳上 一拳便可破除灵体 最终他成功打爆了巫妖 两人再度凯旋而归 回到冒险者公会 老板娘见到巫妖魔石石精的木凳口袋 完全没想到这对组合居然可以顺利探索中层 结算完丰厚的赏金后 两人正准备回旅馆续组 路上塞纳提到 最近不少在外惹事的冒险者逐渐涌入小镇 给小镇的居民和老师探索的冒险者们带来不少困扰 拉斯特倒是没放在心上 今天赚了这么多钱 首先要犒劳下自己 说完就拉着塞纳直奔酒馆 准备好好享受一顿豪华晚餐 吃饭途中塞纳看到远处的建筑 好奇地问道 那是什么 它指的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柱状物 既没窗户也没有入口 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重要设施 拉斯特住在这小镇两年半了 对此也一知半解 只听说这些柱子是本地工匠建造的 但工匠们自己也不清楚其具体用途 只是按照代理人拿来的图纸和酬金 严格施工 拉斯特却觉得还不如见到城墙 起码能防御魔兽的入侵 晚餐过后两人各自回到房间 塞纳有些失望 心里嘀咕着 明明可以省钱注意见 偏偏要分开 未免太浪费 之后的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 拉斯特和塞纳正默默地在冒险者工会打工 偶尔做些杂活赚点小钱花 前台小姐建议他们扩大队伍 毕竟如果能多些战斗职业伙伴 不仅效率更高 酬劳也会翻倍 拉斯特思索一番 还是觉得先维持现状好 毕竟这样轻松自在 甚至已有足够收入租下工会附近的房子当据点 不过一想到之前前队长黄毛也租了洞独洞别墅 拉斯特心里不由地暗笑 不过前台小姐却对拉斯特的选择心生敬佩 说不定离开那个黄毛 反而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要知道 黄毛在失去拉斯特后第二次讨伐九头蛇又以失败告终 甚至还将受伤责任甩到新的治愈师身上 此刻小队成员们也逐渐察觉出端倪 队伍原先打九头蛇时 全凭拉斯特一个人冲锋陷阵 而他们只会享受成功带来的名声和报酬 原来就在刚刚 黄毛信心满满地再次踏上讨伐九头蛇之路时 眼前的九头蛇却让他傻了眼 原本的九头竟然只剩下七个 原因吗 正是因为上次拉斯特砍掉的蛇头还没长回来 还没等他思索明白 黄毛便理所当然地要求治愈师勇敢冲锋 毕竟以前拉斯特都是这么做的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进身站邀请 治愈师可谓彻底无语 开什么玩笑 竟然要治愈师顶上 但黄毛倒是胸有成竹 仿佛丝毫没意识到他的队伍已然在走向灭亡 然而即便经历了这些挫折 黄毛还是不信邪 这天却再次厚颜无耻地找上了拉斯特 声称这是给拉斯特一个重新加入他们队伍的机会 还说拉斯特不该把恩情抛住脑后 见拉斯特犹豫 他竟然义正言辞地暗示自己作为超义流冒险者 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拉斯特 条件是拉斯特得服从安排 当然包括对报酬不再追究 拉斯特听到这话差点笑出声 冷冷地回了一句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有了更值得信赖的伙伴 黄毛这下彻底炸了 恼羞成怒的他开始疯狂指责拉斯特心怀鬼胎 就在这时塞纳怒不可遏地站了出来 他让黄毛看清楚 现在的拉斯特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无能者 对此黄毛却毫不在意 决定招募新战士再战酒头蛇 甚至在小镇中散布消息寻找强者 没多久一位神秘长发面具男先生 静静地走到黄毛面前 黄毛犹豫片刻 但见对方强悍的气场 竟不自觉地答应了邀请 这边拉斯特与塞纳刚回到旅馆 前台小姐的女儿便悄悄找上门来 神色紧张地告诉他们 小法师希望能向拉斯特道歉 原来在小队内部 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 小法师逐渐意识到黄毛不仅自大愚蠢 还严重拖累了队伍 他请求拉斯特能够帮助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 特别是在酒头蛇还未完全恢复之际 听到这里塞纳有些不解地问小法师 难道你还真把那个黄毛当伙伴吗 小法师沉默两久 说实话黄毛人品确实不行 但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不得不帮忙 拉斯特见小法师真心请求 虽决定不回到原队伍 却愿意将他们护送到迷宫边缘 亲眼见证这些过去的队友将如何应对挑战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 黄毛带领着小队 信心满满地准备讨伐九头蛇 他的嘴巴比他的健快 仿佛早已幻想自己登上了冒险者工会的巅峰 路过的拉斯特则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 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就在此时黄毛率先冲向九头蛇 尽管他的人品既差 但作为一级冒险者 他的剑术还算不错 听说九头蛇并不是什么罕见魔兽 唯一危险的就是他那看似华丽的外表和满满的傲娇 新入队的面具男猛然向九头蛇扑去 然而瞬间一道剑光划过 轻松地割伤了一个舌头 原本可以直接砍下舌头 但在最后一秒 面具男却选择了收剑 嘴里还美其名曰 这是为了不抢黄毛的功劳 所以干脆留给黄毛斩杀 文言让黄毛的虚荣心瞬间爆棚 下一秒就正面攻去 一旁的奶妈都吓傻了 正面攻击是不要命了吗 不过倒也不要紧 毕竟刚刚面具男人已经消耗了九头蛇大量体力 现在只要小法师用火球术牵制那些想要支援的蛇头 加上队伍里的刺客努力吸引九头蛇的注意力 黄毛在趁机猛然斩向九头蛇 按照这样的打法 九头蛇肯定是活不久的 然而就在他们怼意洋洋的时候 九头蛇突然来了一招神龙摆尾 一块石头飞向小法师 下一秒小法师周身浮现出团团黑气 原来高级魔兽会吞噬人类的恐惧化为力量 更要命的是九头蛇不仅在吸收恐惧 还疯狂地将本该在迷宫深处的魔素吞入腹中 让战况雪上加霜 下一秒九头蛇的身体开始变异 原本被拉斯特砍下的两颗蛇头竟然以光速在上 瞬间变身为更加强大的形态 剑状面具难让黄毛赶紧先撤 可黄毛却不听劝 眼看九头蛇体力下降 哪能不趁机捞一笔 可他这一击下去 自己的大宝剑却猛地碎裂 关键时刻拉斯特却突然出现 毫不犹豫地挡下了攻击 随后在塞纳和面具难得住攻下 九头蛇吃痛暂时放弃了攻击 与此同时拉斯特冲到受伤的小法师面前 奶妈在旁边愁眉苦脸 一般来说治愈魔法对法师来说没什么用 可拉斯特则开始疯狂叠加治愈术 结果旁边的奶妈看了目瞪口呆 叠加治愈可是闻所未闻啊 普通的治愈魔法对于法师来说效果都会慢半拍 这怎么可能瞬间恢复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小法师就睁开双眼 看着拉斯特的身影 心中似乎涌起了安全感 弱弱地说了句谢谢后就沉沉地陷入昏睡 与此同时九头蛇发出嘶吼 仿佛认出了砍掉自己头的拉斯特 想要和他来一场终极PK 就在这时塞纳也不甘示弱 趁机聚集气力冲向九头蛇 念剧男也拿着大宝剑冲上去一刀用力砍下一个舌头 围观的黄毛不懂啊 为什么他的剑没事呢 紫毛剑多诗广 认出那是传说中的魔剑 看来此人来头不小 与此同时塞纳脚下一滑 不小心被九头蛇撞飞 念剧男想要救人 但拉斯特制止了他 九头蛇想单挑我 所以把塞纳当作了人质 众人惊讶不已 奶妈却看出其中门道 他看过相关文献 魔兽变异后不但肉体会得到强化 相应的智商也会得到提升 事已至此拉斯特只能选择单打独斗 可是还没等迈出脚拉斯特就摔倒在地 下一秒就原地晕了过去 就在众人一脸蒙圈的时候 拉斯特竟又满血复活 周身散发出的强大气场 让其余几人大气都不敢出 不知过了多久拉斯特一觉醒来 竟然忘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可看到塞纳平安无事后 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旁边的黄毛兴奋地手舞足蹈 幻想着拉斯特回到闪电支队 一起征战迷宫赚大钱 甚至还大言不惭 这次九头蛇掉落的魔士 咱们三个人平分 当然他指的是自己子毛还有拉斯特 至于两个新人刚加入队伍 下次再分吧 看着塞纳一脸疑惑 小法师又不知道何时能醒来 黄毛心之口快 要不把他卖掉吧 反正他也没尽到魔法师的责任 塞纳瞬间暴怒而起 没想到黄毛说得这么直白 这不就是要把人送上贼船吗 黄毛愤怒了 工会可是明令禁止冒险者窝里斗的 其他人也都看到了 这样做事会被开除的 奶妈和面具男此时 却纷纷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看到 子毛认定他们几个是一伙的 文言面具男连忙改口 自己确实看到了 随后面具男把黄毛两人绑回工会 顺便把事情经过告诉前台 并露出了真实身份 表示自己来自王都冒险者工会 专门调查这个治安频繁恶化的小镇 结果遇到了想要贩卖人口的黄毛 虽然最终只是犯罪未遂 但也要剥夺他的冒险者身份 并且送去劳改 拉斯特跟吉克私下交流 希望他能够放过黄毛两人 给他们一次机会 重回当年怀抱梦想的样子 吉克似乎被打动了 答应了拉斯特的请求 并让他们远离这座小镇 话虽如此 看似放对方离开 但终究未来的行动 都会在工会的监视之下 为了以防万一 吉克决定留守这里 监视小镇的冒险者 毕竟王都的冒险者 觉得小镇频繁的暴动或许与工会负责人有关系 然而奶妈却有个请求 希望小法师能够加入吉克的监视小队 毕竟他这天真的小女孩有点放心不下 没想到吉克居然痛快答应了 毕竟现在需要监视的人增多了 尤其是需要注意那个叫拉斯特的治愈师 拉斯特今天一早就打算直奔工会 毕竟他前几天好不容易击败了那只九头神魔物 还没来得及去兑换丰厚的赏金 顺便还能帮塞纳接个任务积累经验 毕竟冒险者的收入除了迷宫打怪 还有委托任务 拉斯特认为既然塞纳想走冒险者这条路 那就得从基层做起 多接委托逐步提升实力 然而塞纳却没想到拉斯特会为自己这么操心 红着脸小鹿乱撞的模样简直可爱到冒跑 但当两人走进工会大厅 意外发现一大群冒险者的目光全都朝他们射了过来 大家议论纷纷 言语中全是对拉斯特击败九头蛇的震惊 拉斯特恍然大悟 看来自己最近打怪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工会 不过他也意识到 正因为如此 现在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小心 于是他悄悄提醒塞纳 他们的成名让不少坏心眼的冒险者对他们虎视眈眈 真是一点也不能松懈了 话音刚落 拉斯特背后突然冒出了四个壮汗 其中为首的马尼尔竟只走上前想跟拉斯特聊聊 拉斯特一脸戒备 看出他来者不善 然后语气一转 竟然开始向拉斯特诚恳道歉 原来马尼尔他早就知道黄毛和镇上的人一再欺负拉斯特 甚至落井下石 可他却始终冷眼旁观 觉得那只是无关紧要的事 如今眼看拉斯特击败了九头蛇 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 马尼尔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行为是多么冷漠无情 于是当众下跪 求拉斯特的原谅 拉斯特顿时懵了 他本以为这群人只是过来炫耀肌肉 没想到居然上演了这么一出 不过他内心多少有些爽快 毕竟那些年兽的委屈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 然而拉斯特心里明白 尽管自己打倒了九头蛇 但在众人眼中 他不过还是个只会治愈魔法的小废柴 所以也没打算让对方彻底没面子 随便应付几句让马尼尔站了起来 随后拉斯特将九头蛇的魔石交给工会的小姐姐 谁知小姐姐脸一红 激动地接过魔石 原来这颗魔石竟然是异常变异的高品质魔石 价值翻了十倍不止 九头蛇魔物本就强大 变异后的更是稀罕无比 拉斯特不禁怀疑 这么强的变异九头蛇出现在沼泽地 这可不太正常啊 果然没过多久 其他冒险者也都纷纷爆料 最近他们在迷宫外也遇到了一些异类魔物 拉斯特觉得是有蹊跷 建议工会派人调查 然而工会的哈扎姆却嗤之以鼻 冷冷回应到怕啥 不爽就换个地方 这不负责任的态度让拉斯特气得牙痒痒 但哈扎姆可是分部会长的代理人 一般人还真不敢跟他硬杠 无奈之下拉斯特决定接下一个 讨伐不死鸟的高架任务 为了塞纳的经验积累 这任务正好适合他 不过前台小姐姐却提醒他 这任务难度非同小可 不死鸟是空中魔物 光靠他们的近战输出几乎是送死 拉斯特一听 瞬间想到了另一个法师朋友吉克 吉克也正巧有任务要监视拉斯特 三人索性组队默契满分 三人兵分两路 一路去接任务 一路去药水店补充装备 可就在药水店门口 定静一看竟是大陆文明的 红发大魔导师拉鲁玛 拉鲁玛自称是塞纳父亲的老朋友 特地被塞纳的老爹 派来看看自己宝贝女儿的情况 塞纳一听顿时脸色一红 原来他之前为了追随拉斯特 竟偷偷跑出家门 这下糟了 拉斯特也被牵连成了拐走梁家少女的罪人 拉斯特也是老脸一红 原来拉鲁玛是自己儿时的师父 随后师父让拉斯特回避一下 因为他要和塞纳拉点家常话 我断断 我和鲁玛是在团队里的 不可能是不外者 你以为你能不能停止我吗 拉鲁玛看拉斯特态度坚定 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塞纳赶紧解释 其实自己并没有不告而别 只是因为拉斯特的实力让他着迷 所以才不顾一切来找他 拉斯特无奈地摇摇头 还是劝他回去和家人说明白 以免父母担心 随后拉斯特被师父派去买酒 虽然师父看出了拉斯特跟塞纳在一起后 有了很大改变 还能为了塞纳而顶撞自己 可毕竟他能力有限 我当时在我身边 我当时不太能够使用 我当时不太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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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士的能力是当然 前衛的能力也 我当时的战斗能力也 罠和毒的知识也 岩谷的仕方 我当时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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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当时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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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军士和魔鬼使用 我当时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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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梦也没想到 平日里稀有的步行的魔物变异 居然会在短短两天内两次遇上 这简直是踩了狗屎运了 尤其是这次 变异后的不死鸟从天而降 带着炽热的火焰直接朝它俯冲而来 小法师吓得腿都软了 整个人僵在原地 连躲避的力气都没了 就在刚刚一行人刚刚传送进入迷宫 本以为一进门就能直接对上不死鸟 结果没想到这里的空间狭小的连不死鸟都进不来 一行人慢慢探索 终于来到一个宽敞的洞穴中 果然传闻中的不死鸟就在这里静候 散发着无尽的火焰 有人传言这里有一条通向迷宫深处的密道 只是因为不死鸟的阻挡 从未有人成功活着通过 更离谱的是 这片区域里还藏着据说无人触碰的宝藏 工会因此开出巨额赏金 召集冒险者来讨伐这个魔物 拉斯特仔细观察四周 发现墙壁上有被火焰灼烧的痕迹 立即判断这里可能就是不死鸟的巢穴 与此同时严神拉路马突然现身在工会大厅 他眼神犀利 一进门便引来前台小姐姐的注目 他打量一番 立马殷勤地迎上前来 毕竟在这个地方 冒险者们近近出出是常事 但像拉路马这样气场强大又装备精良的强者却不多见 只见拉路马的身上看似布料廉价 但每件饰品都隐藏着高端的魔法属性 闪闪发光的戒指更是价值连城 前台小姐心里暗暗惊叹 猜测她绝对不是普通冒险者 然而拉路马一开口就要求见这里的分部会长 让前台小姐当场愣住 毕竟想见会长可不是一般冒险者能随便要求的 这家伙不会找死吧 就在这时代理会长哈扎姆走了出来 要不是他拉住拉路马 这位严神恐怕现在已经把工会一为平地了 察觉到拉路马的来意后 哈扎姆微微皱眉 心里也有些警惕 毕竟这座迷宫都市可是工会的地盘 他也不清楚这位严神是何意 拉路马看着哈扎姆淡淡地说道 最近城里流言四起 迷宫暴动的征兆不断显现 布死鸟也在肆虐 你们工会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哈扎姆虽然面色不变 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搪塞过去 拉路马看穿了他的伎仰 冷冷一笑 显然对他的回答毫不满意 镜头回到迷宫 拉斯特一行人正一筹莫展地 看着空中的布死鸟 他在天上悠哉悠哉地盘旋 完全不打算下来和他们硬刚 拉斯特和同伴塞娜尝试用远程攻击 但发现根本打不中这家伙 布死鸟不仅会灵活地躲避 甚至还会从空中喷出火球 砸得他们措手不及 塞娜还以为彼此攻击距离相同 却没想到布死鸟的火球攻击 比他想象的还要远 他硬生生挨了一记火球 差点被烧成焦炭 布死鸟不仅用力找攻击敌人 还会全身包裹火焰进行冲撞 他的火球攻击更是让人头疼 一不小心就会被火焰覆盖 拉斯特看到布死鸟的策略 隐隐察觉到他并不是一味的进攻 而是想将他们逼出他的领地 毕竟对方也知道 贸然开战对他也不利 一旦被围攻 他也没有全身而退的把握 场上唯一拥有远程攻击能力的 是胆小的小法师 众人决定让他用水魔法攻击布死鸟的翅膀 只要熄灭他翅膀上的火焰 就能迫使他高度下降 届时再让吉克用魔剑对其进行致命一击 小法师的内心剧烈动摇 毕竟他知道一旦开始施法 就会变得毫无防备 然而队友吉克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 布死鸟不会出手的 毕竟他根本没有手嘛 一句话瞬间让紧张气氛缓解了不少 于是拉斯特塞纳和吉克充当诱饵 在小法师专心施法时吸引布死鸟的仇恨 时间一点点过去 随着小法师施法成功 水魔法将布死鸟的翅膀火焰扑灭 他的高度迅速下降 眼看即将进入吉克的攻击范围 就在众人即将胜利时 镜头转到工会 哈扎姆面对拉露玛的质疑 始终保持冷静 他讳莫如深地说 流言不过是流言 冒险者们无序惊慌 拉露玛眼神锐利 看穿了哈扎姆的伪装 他断定工会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可能和最近的迷宫一变有关 拉露玛随即离开工会 独自前往神秘的白塔调查 白塔被封锁多年 哈扎姆对此直直无无 不愿透露太多 而拉露玛心中清楚 城镇内冒险者突然增多 工会大量召集 可有可无的冒险者进入迷宫 显然是有计划的布局 他猜测迷宫可能很快 将迎来一次大规模暴动 在不死鸟的巢穴中 拉斯特一行人依旧奋力搏斗 随着小法师施法成功 即刻找准时机将不死鸟斩杀 要得了 是吧 地面瞬间一片焦黑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 战斗终于告一段落 拉斯特回到旅馆 发现拉路马正在等他 随即听说了哈扎姆的计划 原来工会早已知晓迷宫即将暴动 才会召集大量冒险者 试图牺牲他们拖延时间 以保护城镇 在与拉路马的交谈中 拉斯特得知自己同伴塞纳的真实身份 她竟是伯爵家族的千金 身份地位不凡 拉斯特回忆起数年前就下的一位金发少女 终于意识到她便是塞纳 拉斯特完全没料到 塞纳竟然会一夜之间从金毛变成蓝发 然而这个世界却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 每隔两百年 邪龙必将苏醒 唯有勇者能挺身而出与之对抗 然而传说中在英勇的勇者也未能幸免 总会败在邪龙手下 这次也不例外 勇者又一次被邪龙虐得体无完肤 就在绝望之际 一位神秘少女突然现身 少女身上藏着能封印邪龙的神秘力量 但这个力量有个致命代价 必须以生命为祭品 尽管如此少女依然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 才换来短暂的和平 传说结束回到现实世界 塞纳正对着财迷前台抱怨 大家拼死打了便衣不死鸟 结果只能换这点零钱 说着她还敲了敲那装着硬币的小袋子 满脸写着这点玩意能干啥 但前台却不屑一股 浓缩的才是精华 随后她让塞纳打开庄前的小袋子 没想到只一眼就差点亮下了塞纳的眼睛 拿到金币后的塞纳无比兴奋 本来想跟拉斯特商量搬离旅店 觉得独立住宅更划算也更安静 结果拉斯特误以为她对旅店有意见 急忙解释住旅店其实挺好的 经济实惠 还有邻居聊天 塞纳一听更无奈了 我是为了找机会和你增进感情啊 怎么就聊不到一块去呢 不过对于钱的用途拉斯特另有打算 就在打死不死鸟之后 吉克曾经提出过组队的请求 虽然拉斯特还没有明确回复对方 但却对这个提议表示欢迎 毕竟吉克的战斗力无庸置疑 如果想将来继续往森林里深入的话 吉克的确是最好的队友之一 于是当晚几人就为组队成功打了庆功宴 九国三巡菜过五位之后 几个小女生提前离席打算聊点女生之间的小话题 塞纳像看起来颇有恋爱经验的奶妈求助 说自己刚刚向拉斯特提出了同居的请求 却被拒绝了 是不是哥哥讨厌自己了 而奶妈则表示在他看来拉斯特一直很珍惜塞纳 也有可能他是慢热型的男人 毕竟每个男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文言塞纳毛色顿开 连声称赞对方经验丰富而自己也找对了人 殊不知看起来淑女气质十足的奶妈 其实也有自己的恋爱烦恼 而这边即刻也看穿了拉斯特的小心思 于是使用了激将法 直言拉斯特其实讨厌塞纳吧 拉斯特连忙否认 塞纳是在自己心灰意冷时 第一个让自己重新燃起继续冒险希望的人 也是在自己组队十二话不说就前来加入的人 自己怎么会讨厌她呢 然而拉斯特心里却有另一个疑问没解开 塞纳的金发怎么会一夜之间变蓝 与此同时两个女生对男人的讨论还在继续 原来奶妈和吉克是就相识 曾经因为自己貌美如花所以导致追求者无数 甚至很多人为了进水楼台先得月 还加入了同一个冒险小队 其中有一个男人意图不轨 虽然不但没占到便宜 还被奶妈给收拾了一顿 等身为队长的吉克回来以后 却怒不可遏直接将那个男人踢出了队伍 而吉克本人也因没有保护好队里的人羞愧难当 直接离开了队伍 直到几天前才在小镇的冒险者公会上两人重遇 奶妈居然选择原谅了自己 可吉克却无论如何也原谅不了自己 不过提到当初吉克不辞而别的事 奶妈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在这时前台小姐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她调查后发现 塞纳其实是安娜雷斯特里亚伯爵的独生女 小姑娘突然有一天说要当冒险者 父母开始本来是极力反对的 却突然有一天就答应了 而且塞纳自幼金发如金丝 却在一次意外中被拉斯特救下后 头发神奇的变蓝了 对于塞纳的父母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心意 吉克提出了一个看法 有可能是因为活不长了 所以父母也想让孩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听到塞纳是经过了父母的同意的 拉斯特多少有点放心了 与此同时几个女生也为塞纳的勇敢感到钦佩 一个贵族小姐为了追随自己喜欢的人 不惜与她组队一起打怪 甚至还主动提出同居的请求 奶妈觉得自己需要向塞纳学习才对 随后奶妈就被几个妹子推到了吉克身边 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吉克商讨 奶妈开门见山试探吉克的心意 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人生拍档 吉克顿时手足无措 磕磕巴巴地表示需要时间考虑 而奶妈则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想这人简直比木头还值 最后拉斯特终于决定跟塞纳好好聊聊 塞纳一听高兴坏了 以为拉斯特终于要表白了 男人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鼓足了十二万分勇气 打算向心意的女孩表白 一个浑身伤痕累累的少年突然闯入 并生生地打断了拉斯特的施法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少年抬进房间 索性经过治疗少年并无大碍 原来少年是迷宫孤儿中的一员 那群从小在冒险者世界摸爬滚打 却没有固定归属的孤儿 这群孩子每一个心中都燃烧着 成为传奇冒险者的梦想 老板娘对这些孤儿总是格外照顾 没多久前 这个少年还兴高采烈地来报喜 他终于加入了一个冒险者队伍 拉斯特听完 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了然 仿佛他早就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果不其然刚刚在迷宫里 当一群冒险者被半熟人包夹的瞬间 那群彻头彻尾的人渣队友 竟然直接将少年推出去当诱饵 好让自己有机会逃跑 拉斯特岂能做事不管 怒不可遏的他立刻联系了关系网 把这些人渣冒险者抓了回来 然而没想到工会竟对此表现的异常冷漠 还质疑拉斯特动丝形强行甩锅 拉斯特对此一脸无语 别人把孩子丢去送死你们管不着 坏人被我逮回来反倒成了我的问题 工会前台的工作人员只能尴尬地解释 他们也不想 但上头不给权限 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离谱的是 工会某高层干部哈扎姆 竟公开站出来倒打一耙 指责拉斯特扰乱秩序 还用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挑衅 你这么能 为什么不去就更多人呢 面对哈扎姆的咄咄逼人 拉斯特差点被气笑 但还没来得及反驳 就被一大群冒险者拉住 这些人对工会的做派早就怨声载道 甚至纷纷喊着要揍哈扎姆一顿 但他们的队长冷静劝阻 打人一时爽 但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拉斯特听完陷入沉思 决定亲自与哈扎姆交涉 哈扎姆倒是很坦然 直接表示 尼公孤儿就是个麻烦 活该被利用 如果他们不满意 大可以滚出这个城镇 没人逼他们成为冒险者 拉斯特彻底怒了 反问他难道连基本的同理心都没有 哈扎姆冷笑 同理心 你别天真了 那些无能的人连活下去的资格都没有 弱者只有被淘汰的命 说着他撩起一袖 露出一条猙獰的伤疤 并挑衅道 这就是所谓的代价 你懂什么 拉斯特这才认出 哈扎姆竟是自己当年冒险队的老队友 当时的哈扎姆因为弱小 常常遭受同伴欺辱 最终被孤立在危险的任务中九死一生 拉斯特心里不是自卫 但他还是递出了橄榄枝 希望能够感化对方 那迷宫外突然传来低沉的嘶吼声 拉斯特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哈扎姆一把推醒 哥布林来了 跑不掉了 事实证明哈扎姆的警觉是对的 周围已经被无数哥布林围的水泄不通 这时 他们的同行冒险者也挽起了老把戏 直接把拉斯特和哈扎姆当诱尔丢了出去 然后撒腿就跑 被 破成为诱尔的两人倒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 他们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最终躲进了迷宫深处的一处隐蔽地 而外面那群冒险者 则因哥布林的围攻落的全军覆没 然而拉斯特突然发现哈扎姆的手臂受了重伤 他赶紧处理伤口 却被对方拒绝 不用救我 无能的人死了就死了 但拉斯特没有放弃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哈扎姆 即使世界冷漠 也总有一份温暖可以拯救迷茫的灵魂 哈扎姆后来意外获得贵人相助 不知不觉走到了如今的地位 而他口中的贵人 正是如今的分部会长米斯特 为了偿还拉斯特的救命之恩 哈扎姆劝说拉斯特尽快离开城镇 甚至建议可以带着塞纳一起离开 事后拉斯特并未透露哈扎姆的忠告 却又被财迷前台拉走进行私密谈话 工会内部对米斯特和哈扎姆的做法颇有微词 因为米斯特是近期空降的干部 与许多老员工不合 前台希望请他们帮忙处理 最近城镇突然出现的魔兽 这种情况下 工会通常会发布悬赏 但悬赏必须经过哈扎姆同意 而他们却故意放任不过 因此前台会把有问题的人渣冒险者信息 暗中散布出去 他们可以帮忙取缔 前台也会配合假装不知道 而关于迷宫异状的事情 毕竟工会里也有米斯特的眼线 前台没办法太过声张 只能找机会尽量偷偷提醒 剩下的就看冒险者自己的了 而作为补偿 讨伐魔兽得到的魔石 前台愿意用高一点的价格收购 虽然这部分差价得由自己补上 不过前台却是相当有大局观的人 这倒也让拉斯特俩人吃了一惊 更让人在意的是 米斯特收到宰相的命令 要求严密监视塞纳 因为睡美人传说并非童话 塞纳的蓝发正是神选之人的证明 是世上唯一可以镇压邪龙的存在